说到基隆 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除了庙口夜市 就没了其他选项了吗 毕竟吸引人潮进到基隆 才能带来前潮 只是交通问题 选民们更关注 因为不仅塞车 连公车APP好不好用 都成为大家想问候选人 你怎么解决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公车APP 为什么可以搞得这么的 让人家复杂 都不知道怎么查 然后让很多民众白等 那我刚刚听到之后 之前其实这个议题 不是他问过我而已 我也曾经跟市政府 来反映过这件事情 市政府也就这个部分 已经在情厂商在改进当中 我会把这一个事情 当成我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 有向大家表达过 我会在未来市政府里面 成立科技整合办公室 或是车站外的动线 他亲自走访后 也觉得似乎很需要改善 我去前站 后站 附近 跟通勤族问候 我觉得他的交通动线 都不完整 相当有感受 未来我会努力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隆市长选站 一共有五人登记参选 另外还有时代力量 推出的陈维仲 以及黄熙贤 曾国明 只是这一场 基隆保卫战 谁能出现 倒数阶段 候选人们 请跑行程 但选民们 好多心里话 想说给你们听 就看谁能端出 解决证件 赢得选明星 更多完整版的快问快答 就在TVBS新闻网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